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Joanne 是啊 又一個星期了 大家好嘛 是啊 大家好嘛 哇 真的時間過得很快很快 這麼快 我們就已經有一個星期了 大家好嘛 非常好 大家 現在 朋友們你們進來的時候 記得給我一個讚好 然後分享一個影片出去 分享給你的朋友 是啊 Grace 我們今天說什麼呢 今天我們會在之前 我們已經講了抗物維他命C 接著又講了Booster C 接著又益生菌 今天我們會介紹一件事 最主要我們是針對著他的成份 是有關薑黃素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什麼叫薑黃素呢 嗯 是的 如果你有聽過的話 可以跟我們分享 記得打到留言裡 告訴我們 你覺得薑黃素有什麼作用 沒錯 好了 我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究竟 我最近都會收到一些不同的單張 有很多朋友傳來 所以就令到我們覺得 咦 這個題目也不錯 我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首先讓我分享一下這一幅圖 這幅圖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幅圖 其實是說給我們聽 薑黃素有什麼作用 Racer 你覺得薑黃素有什麼作用 其實薑黃素 薑黃素 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真的很多人去使用薑黃素 通常當然是磨成粉 我開始的時候 會問是否要洗飲品就可以 原來薑黃素後期研究了之後 發現原來真正要對身體有作用的時候 你所要用的份量是非常之多的 而且它其實是游用性的 即是說它要用一些游性才能發揮作用 我知道這個圖 因為現在大家都開始很 因為疫情 很緊張 很多人都開始有不同的東西在網上分享 昨天Joanne也會看到這幅圖 然後我們就覺得 今天不如說一下這個話題 其實我就是想說 薑黃究竟我們是有什麼作用的 可能Joanne你可以說一下 我們薑黃可以有什麼作用 是的 大家看到這個標題就知道 其實原來薑黃素 其實除了是幫我們增強抵抗力 其實當我們有COVID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的抵抗力低 很容易去感染到 其實薑黃素是可以幫我們增加我們的抵抗力 還有就是其實它是有一個抗氧化很強的抗氧化劑 是可以幫助到我們去殺了身體不好的菌 還有就是可以大家可以看到一幅圖 比如說我們肌肉痛或者任何的酸痛都可以去減低 減低那個痛楚、消炎、消腫 還有就是原來你咳嗽等等的問題 但是你也可以是因為用薑黃素去解決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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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當然我們每說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一些根據 所以我們就會根據我們在《Ask the Scientist》的網頁裏面 它會很指明到我們之後都會在下面留言區 都會告訴大家那個文章在哪裏 那麼我們會主要今天就集中於說 其實薑黃的精華是怎樣是一個很強效的抗氧化劑 而同時也是一個消炎的作用 那麼好了 那麼我知道有一個的影片 Joyne你可以播給我們看看 是的 那麼其實呢 剛才我們說到Grace就說 《Ask the Scientist》就是問我們 Yuzana的科學家 究竟其實原來我們 Yuzana的產品其中一個產品 就是有薑黃素 那大家就先看一看影片 究竟這個薑黃素一開始是有什麼作用 對我們來 大家可以看看 請介紹我 然後 prompted 小時候 Fence 點營 S wavelength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看完影片后 有没有发现到 几个产品完全不像之前看法政策 说多少个产品 或者直接地说 对于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因为其实没错 这个产品中文名叫健洛灵 英文名叫procloxide 其实它是主要针对着我们的关节 主要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有我们的ensaligen 细胞信号传输功能 因为最主要里面有一个叫做姜黄精华 为什么我们的姜黄精华 刚才我们所说的 是你要吃很多才能起到作用 我们身体没有可能 炒菜、煮菜都会灑一颗的姜黄 因为其实姜黄 大家有吃过 其实不是太喜欢的味道 其实如果什么都 而且它的味道很强 加一点就已经整叠菜变了黄色 而且是很强的姜黄那种特别的味道 不是很多人吃到 所以我们除了 没错 你看到这个黄色 这个除了我们有ensaligen 细胞信号传输功能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marifal的技术 那marifal的技术是做什么呢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吗 我们的细胞 我们细胞膜的组成部分 最主要是有我们的鱼油 所以为什么鱼油那么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卵伦脂 所以我们这个marifal的技术 就是将卵伦脂 因为卵伦脂是油性 它就会包住了姜黄精华 所以它能够穿入到我们的细胞 所以我们的生物利用率是高达30% 比外面是多30倍的 而且它是能够停留在你的血液细胞里面 来再生它所需要的东西 而大家要注意 很多时候 一些葡萄糖胺 这些产品 很多时候都是从一些动物来提炼出来的 但我们的健乐灵是一个素食 是一个素食者 也可以用 还有我们最主要就是 会提供一个葡萄糖胺 最主要是一个人体最容易吸收的胺糖 就是说会令到我们促成一些蛋白质 所以这个产品 是不单止吸引消抗发炎 也可以出进了我们的氨基酸 令到皮肤好 还有令到我们骨与骨之间的滑液 能够填补有这些作用 是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健乐灵其实就不只是一个作用 去增强真体的抵抗力 但是其实我们的细胞是很聪明的 当你给一些不同的东西进去 它是可以去达到保养需要的细胞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健乐灵有僵黄之余 其实我们是加上其他的技术 去令我们是可以将这一样的成分停留在身体里 让我们的细胞慢慢去吸收 所以其实吃这个健乐灵 很多时候一开始我们就是因为骨骼的问题 因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多跑步或者多做运动 我们的肌肉的酸软或者有痛楚或者关节痛 其实我们吃健乐灵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自己的过案就是 之前因为工作的问题长期站得久 变成了膝头哥与膝头哥的刚刚grace说到 就是他缘分了 就是磨舌了 那么医生也说过 你不可以站住这么久 不可以做太多粗重的事情 那么怎么办呢 我都要做工作 但是幸好你有健乐灵帮了我这个问题 吃了一段时间是解决了这个痛楚 而且是保护这个骨胶原的 还有就是我很喜欢跟那些女士们 就是去讨论怎样去扮靈 护肤品 但是我一定会介绍他们去吃健乐灵 为什么呢 因为健乐灵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皮肤的弹性 因为它里面是胶原蛋白 我们皮肤是需要蛋白 使我们的护肤是提升的 所以其实当我们年纪开始慢慢去大的时候 我们的皮肤很容易去松弛 有皱纹 或者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会出很多暗疮 刚才听到消炎消肿 对于皮肤其实我们很需要这个健乐灵 有没有任何过案可以分享给我们听 有啊 那我很认同 刚才做完就是 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有些 比如护肤派对里面 其实我们也会有个美容师 也去解释 就是有人会觉得 哇 健乐灵骨关节的关于我的护肤什么事 因为它是能够刺激到我们的透明质酸 那个产生 那当然就对皮肤有用了 那我想分享的个案就是针对着那个消炎的状况问题 那因为前排 那我有个伯母 那她一向那些就是因为都老了 六十几岁了 那她那个骨头都开始 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 那也都是有磨舌 那她都是打算填充那些滑液 那她是来使用这个产品的 那之后她就需要做一个小的手术 那很记得她跟我分享 就是因为大家我们都知道的 其实吃得多那些消炎药那些 那些其实你的身体需要很多能量 还有很多年才能够彻底清除 或者清除不了 那所以她明白深知的道理 那她很不愿意去吃个消炎止痛药的 那因为你做了手术 最怕就是手术后的感染 那我记得她那时做完手术 一个星期之后回去洗伤口 那因为我们跟她说了 因为她也阅读了那个 宣问科学家的网页 都清楚知道姜黄的精华 其实是一个游史 很长期的历史来说 都是一个消炎作用的 那她相信 她也都是觉得可靠 那于是她呢 整个由出院之后 到洗伤口 整整一个星期 她只是服辱了健乐灵 然后回到复诊的时候 很有趣的就是 医生问她 你的滋痛药够不够啊 需要多开一点给你啊 然后她就说 我一粒都没吃过 然后医生说 你只是吃什么 一粒都没吃过 那当然了 因为我们YUSANA的产品 是进入医学药典 所以医生也认识YUSANA这个产品 很特别最有趣的就是 她旁边有个婆婆 又是做同一样的手术 她反而很讽刺地 她就和那个婆婆和医生说 哎呀不够啊 那个止痛药好 不够啊不够啊 我要双倍睡了 痛死我了痛死我 所以 还有我个阿姨 不需要 因为那个手术都比较大的 那个开多个位置 她一个星期左右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刺激透明一酸 和消炎 所以她的收拾 和用了我们的葡萄籽精华 C100 所以她的伤口修复得非常好 医生还说 你都不用回来再洗伤口了 因为她的伤口已经埋伏了 所以是一件很天然的 用一些很最天然的成分 因为我们的健康灵 除了刚才所说的 最重要的一个姜黄精华 其实还会附加了 因为我们所有都是一个协同的作用 我们会用很多其他的矿物质 例如是维他命C 猛和鹏 放进我们的产品里面 令到我们更加完美 那这些都是我的分享 嗯 太好了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只是针对一样东西 去吃这个产品 但是其实这个产品 它是很多元化地去帮助你的身体 去修补你的细胞 还有就是消炎 大家可以知道 增强抵抗力 这个产品对我来说 其实每天就会吃 因为也想皮肤漂亮 无论关节 譬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做运动 都需要一样很好的营养 去补充我们身体的需要 是 那大家可以 以下我们都会放 我们的 Ask科学家这个连节 在下面 大家可以查询 如果大家有需求 可以按一按 你就可以购买到我们的产品了 是的 Grace 如果大家想听 关于建乐灵的英文版 大家不要错过 明天差不多这段时间 我和Joanne 就会把她 说一次英文版 给大家看的 那我们明天再见 好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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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